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 其实也很荣幸请到了 证监会的投资产品部的副总监 谢乐民 谢总监 那谢总监在证监会拥有 超过十年的一个监管经验 包括就零售投资产品 做出监管 以及落实投资产品相关的政策措施 例如推出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等等 他也曾任职证监会的市场监察部 谢总监来讲一下 关于OFC的一些 就是证监会这边的一些 相当于是promotion 然后以及说本身OFC 是他是可以有很多的一个优惠的 然后他的整个申请的过程 就是作为OFC公司这样一个申请过程 也可以请谢总监再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有请Fiona谢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刚才我们Deakins的那位同仁 就是方略师解释的很好 那个结构 所以我在这个图上面那个结构 我就什么略不提了 我主要是想点出几个点 第一就是其实OFC它的发展的趋势是很好的 过往一年 尤其是我们看到有四倍的增长 在那个数量下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就是增长呢 为什么会受欢迎呢 刚才Aaron也很好说到 他有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那我具体一下就是说 他除了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有个趋势 就是他也可以 这个很多都是投到可能是科技啊 矿业啊 人工智能啊 一键啊 等等的一些范畴 还有很新兴的那种 Green Finance 这绿色金融的那些都有 那另外就是说 他适合各种基金类型 除了刚才呢 提到的那个开放式跟封闭式 其实他是有上市非上市都可以的 那封闭式的那种呢 刚才提到就是可以存在 然后我们就是主要是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做这么一块呢 就是要有充分的披露给他的投资者 知道他的那个申购属会的那个限制在什么 在是怎么样做的 那另外就是说 大家很关注一点 就是说成立有多久 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蛮快的 尤其是四目的那一块 那私立的那个OFC呢 他其实我们一般就是看到 就是14个工作天以内 就可以审批出来了 那当然有专家今天会提到 这个OFC他具体的一些税务的豁免 那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 OFC的数字不断的上升 那其实这也是跟我们一直以来 有聆听那个市场的声音 有一直优化这个OFC的那个监管的 整个法律的框架和机制 也是离不开关系的 那其实我们在2020年9月的时候呢 就是移除了所有私募的OFC的那个投资限制 然后也扩大了那个保管人的那个资格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声音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找银行去做他的保管人 或者银行的那个复苏机构来做的话 有时候并不是那个市场最熟悉的做法 他们可能就是说 我一般就是有一个比较熟见的一个券商 就是我们在那边已经一般都是有一个就是交往了 他也帮我们下盘什么的 那他也有那个资格 因为他是有那个第一号还照的 我们就是说 那可以让他做那个保管人吗 那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觉得也可以 所以我们也放开了那块 然后就去年5月开始 那个特区政府呢 他就推出了一个自助计划 那那个自助计划呢 就是让在香港设立那个OFC的 或者从其他地方签过来做OFC的 已经成了型的一个外地的 比如说开门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个公司型基金搬来香港 都可以有一个上限为100万港元 就是支付给香港服务提供者的一个费用的70%呢 就可以做一个资助 那这个就很受大家欢迎了 那为什么要签过来香港呢 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人是给我们反映 就是说因为跟有一个APE 那个金核组织定理的那个经济实质要求 让他们的合规成本增加 就如果他们把那个基金搬到在岸的一个地区的话 他可以节省不少的那个基金管理时间和成本 刚才方律师也提过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 主要就是说在费用方面 刚才就是说我们也是蛮有竞争力的啦 香港 然后其实如果说成立以后那个有什么费用呢 其实交给证件会的话 就是说我们只有很少的东西需要拿进来审批 比如说因为我们很看重那个key operator 就是刚才说到那个董事啦 那个保管人啦 还有那个investment manager那个基金经理 如果这三个他们投资经理 那如果他们就是有变动的话 就需要就是经过我们的审批 那那个审批呢就是我们说一个费用就是300块港币 那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你成立以后一直就是维持没有这种改变的话 就没有说有一个年费什么的要交给我们 那另外呢我们也没有强制说 你们要就是那个基金要举行什么周年股东大会 这个都是基金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就比较弹性一点 那另外这一章呢 其实头三点就是跟公务的OFC有关系的 那因为就是香港跟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基金户人安排 那我们我就不足够念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OFC也是可以受惠于这些基金户人安排的 只要他跟其他公务基金一样 就是符合相关条件 那另外就是达湾区的那个跨境理财通计划 还有ETF护挂计划还有互联互通项目 那如果OFC符合相关条件的话 他也是可以参与到收惠到的 那如果说在香港设立这么一个基金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当然就是 就是有一个品牌的效应我们可以说 因为有一定的商与存在 就是国际上投资者也对于 这个品牌香港可能一个架构的一个认可和认识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刚才我说到其实成立的话是比较便捷 为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申请文件还有费用呢 就是交给我们证监会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审批 就是看是不是符合我们规定的条件 那如果我们决定可以了 我们就会有一个所谓注册通知 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原则性的许可吧 那我们会接着把所有公司注册处需要的文件呢 我们就会比较于那个公司注册处 就不需要那个申请证 自己跑去公司注册处那边再去处理了 我就把那个费用直接交给他 然后呢他就会出具一个公司注册证明书 那也会出具一个商业登记证 那个商业登记证呢 其实他是带那个税务局发出的 变成那个申请人呢 就不需要再跑那个税务局那边 再去哪一个证照就不需要了 所以就是我们一次一个一站式的成立程序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交给我们证监会就OK了 那那个公司注册处呢 他就会发一个注册证明书 那他发出那个证明书的当天呢 我们自己的那个就是我们叫registration 就是那个注册也是同步生效的 所以不会分几天 然后那个商业登记证就是税务局的那个也是同步生效 那可能有人会说那如果是公募的话呢 那公募其实那个程序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交给我们 只不过他会在成立的时候多戴一顶帽子 就是说叫做我们叫认可 就是除了注册之后 他也多了一个叫就是公募基金的一个认可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说 我有什么实用的提示 那我刚才一直重新重新就是说 我们就是很看重那个key operator 他们是不是符合那个资质要求 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要有两个自然人的董事 他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以前有没有干犯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investment manager 他就必须要持有我们9号牌照的 然后那个保管人也就是符合那个资质要求 只要有没有干犯什么东西 有没有法规什么的 那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 那另外就是说investment manager 他一定是要9号牌照的 但是我想说那个director就是董事 还有那个custodian 我们是允许是就是overseas的都可以 不是香港本地的都可以 但是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要有一个我们所谓一个process agent在香港 就是说他有一个带他接所有文书通知的一个代理人 可以这样看吧 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画面上面 你会看到说我们比较常听到收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境外的投资经理 就是帮我管理我在境外的一些 基金境外的一些项目或者资产那可以吗 那一般的做法我们要求就是说 因为那个 OFC必须有一个9号牌的投资经理 那他是在香港有那个收归管活动 所以他才获得9号牌照 所以他呢就是做一个转售权 就是subdelegation 就是可以做一个转售权 去给那个境外投资经理 然后那个持有9号牌照的那个投资经理 那另外我们就是常常说到一个问题说 如果我是那个投资经理的董事或者股东 我可不可以同事成为那个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董事啊 这个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 那我们具体的那个要求 刚才那个方律师也谈过 那我想说一下我们有所谓一个独立董事的要求 其实那个独立性就是 他必须不能是那个保管人的董事或者是他的雇员 那再来呢就是想说 我们常常受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一个OSC他可不可以有超过一个保管人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 另外就是说 如果那个保管人做一个subdelegate 有个subcustodian是不是可以的 就是有或转售权的一个次保管人可以吗 那也是没问题 但是也是跟刚才说到的 差不多就是需要一个审慎的态度去做 能够挑选为任何持续监督就OK了 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是 有时候说我们因为投资经理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集团 金融集团 然后那个保管人也是属于那个金融集团 那可以吗 那是OK的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就是要求他是有一个职能上的一个独立 而且能够给我们签订那个确认书 就很有兴趣就是参加那个OFC的那个资助计划 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特区政府去年推出来的那个 那说还有钱剩下来吗 现在是绝对还是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就是成立 然后就是说但是我做公布的那一块的话 可能就是会比较花时间 因为我的那个架构比较复杂 那如果我到申请成功的话 会不会没有钱了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就是你看到这一个图的第二点 就是说如果你是申请做公布的OFC的话 你在申请当天就可以一并提交 所谓一个申请意向确认书 就是说我有一个计划去申请这个资助计划 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本质上记下来 然后就是说锁定说我们知道那个资助计划 那个金额我们要考虑到说有这么一个申请 我们在审批当中了已经 那我现在先谈到这里吧 那如果待会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再交流一下 谢谢 好的谢谢 谢谢Fiona 就是谢总监这边的一个介绍 那能听出来其实为了推广OFC的话 其实证件会给了非常多的支持 那OFC本身的优势大家也听得很明确了 那首先它可以是支持这个一站式的一个成立的程序 然后它的这个架构上呢 有非常多的扩展性和灵活性 那么在香港设立呢 其实也有比较强的商欲和认核 那也可以减轻多地合规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那最后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资助计划 鼓励OFC在香港多多的去设立 那我们现在下一个问题呢 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是关于这个OFC的一个税务的问题